自動化關鍵鶏組件 大家好 我是軍飯公司總經理 我們公司是做自動化關鍵鶏組件的製造商 主要產品像是 油壓鋼、氣壓鋼還有油壓系統 所以我們的產業 只要是能動的就是我們的客戶 像是鋼鐵業 還有輪胎 我們最近這幾年有致力於 醫療還有風電產業 那我們的Tainline也就是 Your Motion Our Mission 我們是一個已經超過40年的老公司 那其實基本上行各業大致上 主要有用我們的產品的都知道我們這家公司 那為什麼要做品牌最主要還是因為說 我們想要打國際的這個市場 那因為其實軍凡這個名字 它就是JUFM 那在英文來講是蠻難念的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品牌的一個再造 讓我們的名字可以更國際化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的英文名字就縮寫為JFC 我覺得在做品牌的過程呢 當然有內部跟外部的挑戰 內部的話我們就是 不管是你底下的人 還有你上面的老闆 你都要說服他們 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做 因為其實上品牌是一個很燒錢的一個活動 就是從之前我們沒有行銷部門 到現在我們有行銷部門 然後每年都要編了行銷預算 那這個呢其實在我們這種B2B的產業 很多都會覺得說 欸幹嘛要浪費這個錢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呢 我這樣長期看來 我覺得這不是浪費錢 這是一個真的很有效的投資 那其實我們最終還是希望品牌 得到一個品牌一價 那我可以在同業來講呢 我多5-4%的一個一價空間 我們這次跟Red Peak 然後做一個品牌再造的計畫 我覺得這中間有非常多的收穫 那最主要就是我們同仁啦 就是心都一致 像我們以前都講軍凡 像我們同仁也不講軍凡 都講JFC 那我也覺得很神奇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行銷部門的成立呢 不像以前我們就覺得行銷就是 只是修修圖啊 改改圖啊 但是事實上沒有 行銷是一個很專門的一個 一個項目一個部門 所以它真的可以有效的 帶給公司 讓品牌啊 讓形象啊 可以再提升這樣子 我覺得 當然看公司的規模 當然像我們中小企業的話 最主要 重點就是要說服老闆 老闆說不得了的話 那基本上 你就成功一半了 那還有就是各方面 就是上下 大家有效的溝通 像我們這次也是透過Red Peak 然後跟我們內部的同仁討論 那我們才知道 其實公司真正是長什麼樣子的 所以也要接受 這些部門公司的一些介面 以上